長者收股息現在是5點54分 今天跌了六百多點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昨晚和這一兩天 美國的中小型銀行 面臨不夠流動性 不夠錢給人 你想想 幾十年前 恆生銀行不夠流動性 雖然有資產在手上 不夠流動性 給客人 回送銀行買棄了 當年也很大件事 當時銀行的風潮 我當時只是小學生 但也看到周圍的報紙 每天都大標題地說話 其實這間歸谷銀行 什麼事幹呢 其實也不是冒風險 因為他收了那些籍局公司 籌回來的錢 就放在銀行 銀行就買債券 買債券之後 美國的利息就升 債息也升 債券的價格就下跌 到有人來拿錢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不夠流動性給人 賣債券 賣債券的時候 發現自己賣債券出去 債券便宜了 自己 就短了幾十億 於是就要籌錢 發債 或者配股 出現這些消息 令到自己的股價 就下跌了一半 一夜之間下跌了一半 還有還連累買其他銀行 其中一隻 我有的就是 這個 花旗銀行跌了4% 花旗銀行跌了4% 我也有花旗銀行 那些股票 代號是C字 單名 單丁號碼是C字 這些銀行的危機 可大可小 金融開笑那個年度 那個年份 就是開始的時候 有些小的地區性 叫做儲蓄銀行 Savings and Loans 那些 那些 銀行仔 倒閉 初初不以為意 原來 裡面的原因 是跟很多小銀行都相似的 我猜 美國也有不少銀行 是買國債的 買國債有什麼問題呢 國債這麼好順利 AAA級 但是你碰巧現在 這個 這個 鮑威爾先生 他真的喜歡加息 他認為加息可以搞定通脹 最糟糕就是這些 最糟糕就是這些 所以 於是 令到全世界 在加息之外 還加上一個 銀行 不夠流動性 即是擠提 也會 你想想 有些客戶 看到這間銀行 不夠流動性 不要加我 我先拿些錢出來 又去另一間 做 如果另一間 又發現了 買了國債 又要籌錢 這時候就在一個 非常之危險的情況 所以這些 系統性的問題 我想美國也有經驗 經過2008年 我想那些人都還沒有退休 當時是誰做的 哈哈 上一任 那個叫 白藍黑 那個人做的 唉 會不會影響 這個 聯署加息的 勇猛程度呢 有可能的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可能的 因為現在是要避免 風潮發生 這些的出現 現在 歐洲開市 每個股市都 跌至少1.5%了 現在 開始這些 有些銀行家 就開始講 供應鏈 對於通脹的影響 一直來講都不講 一直來講都不講 避開不講 把波子交給聯署 用利息來搞定 就是要拔走那些錢 用這樣的方法 開始有些銀行界的人都出來講 即是講供應鏈 一些供貨的情況 一些航運 那些 可以有希望 有助通脹下降 不是單單 憑一個利率 可以處理好通脹 現在這個年代 美國的財野宣布的預算案 假設本年度的通脹是4.3% 假設 即是說他都看低過去年 去年是高 今年低 是減不了那些工資 就是那些精英 這些精英 他認為人工高是不好的 是對這些工友是對著幹的 人家生活好一點就好 有些人工 多一點 多一點儲蓄 人家不一定去領對通脹 你猜跟以前 現在見到這麼多事發生 美國的工人 我覺得應該是 多一點人工無所謂 失業率低一點無所謂 因為有些人已經退出了勞工市場 加上政府又要找一些企業來 在這裏開廠開公司 你又扯人才 你做事不可以 跟政府政策對著幹 其他貨搞染的供應鏈 就OK了 站出來說多一點 如果不是一間銀行想完 還是第二間 如果你是這樣做 雖然當是懂事 知道這些世界大事 這次香港的跌市 是幾樣東西 現在起碼有兩樣東西 一樣就是 美國的銀行的 有些流動性有些問題 會有銀行倒閉 說簡單一點 第二就是 加息的鷹派言論 就引起這個浪潮的跌市 跌得不少 在一個星期之內 我計算過這條數 都跌了6-7% 整個香港股市蒸發了 所以要保守 未入市那些 再看低一點 才打算加倉或者動手 因為現在複雜了 不只是加息這件事 加息就容易一些 搞定通脹就可以了 但現在不是 現在還有一個 銀行流動性的問題要處理 匯豐 在美國市的時候 昨晚跌了1.49% 看看今天 今天的匯豐 跌到56.4% 跌了3% 這個跌幅 現在跌幅似樣一點 我上次出貨是57.4% 我們那些 47元買上來的 57.4% 現在跌下來這裏 我是有些注意力 就是 開始看看它 開始看看它 但是它現在又複雜了 又比美國的銀行影響 每個跌3-4% 是逛逛的 看看今晚 看看那些大官出來說什麼 中電幾好 中電分析過幾 今天是隨正 今天是隨正 跌了7毛錢 跌不完 分析 跌了1.3% 沒有跌突的 這些叫做沒有跌突的 它是 什麼洩本的孔孔都被你看到 它現在就是 在一個位置 等待黎明 等待下一期業績 是有增長的 我都很有信心它有增長的 這隻股是表現得比較好的 今天 我仍然持有中電 現在等收息 這隻股的代號是2340 我這次有條片說的 我收了幾次 高息的了 過往一年 一次5號9 一次2號 加起來 等於它的股價兩倍 為什麼呢 你用2340來搜尋我的片 我有講過這隻股 因為我有這隻股 它現在又發了一個報道出來說 今年就賺4億 它不是什麼業務 它就是 現在的管理層 就是收購了這間公司回來 這間公司以前是 跟黃英豪先生 據我記憶 好幾年之事 那些家族的股 是做建築 做裝修 那樣的 它買了它回來 當時也很糟 那間公司 它買了一間公司回來 就拆關 賣得的就賣 有人欠它錢的 就追得就追 這間公司 很好的管理層 現在 處理這些公司 學 它是學王 我也很欣賞它這次的工作 它現在又說 追回一些錢回來 追4億 這間公司 市值都是1.5億 即是等於 它追回它的錢回來 等於市值的2倍多 即是 追回百合主 我期待它 遲下派息 又會有些特別色 派給股東 現在這隻股 名義上是做室內設計 但是 主要 現在的任務就是 拆骨 變演 套演 以及 發給股東 股大股東 當然是他們自己 我們這些股東 都在搬車邊 應該又收到一些錢 今年 我期待 還沒買的 不要買 這些股 應該要買 很早很早之前買 這些股要 這樣也算是OK 我昨晚有兩隻股 是有營起的 一隻是美國股 General Electric 通用電器 我有的 那隻股 我有了很多年 另外一隻就是這隻 叫2340 通用電器在美國 跌了幾百點 它都升5% 有些 當你買到一個組合 有些不好 有些好 有些不好 經常都是這樣 就不會說一面倒 都借下去 這隻叫四號仔 九龍倉 我是曾經擁有的 九倉媽寶 即是四號仔 和1997 不是 四號仔和1997 是沒錯 以前是四號仔 分拆出來的兩隻股 這隻股 業績就差了 派息保持 但是 大行就說 是值得爭持 為什麼它跌了 因為跌下來等業績 當然是跌下來等 26.6賣了 在這些位置賣的 都很聰明 26.6賣了 現在跌到 曾經最低過17 現在是鬧底的情況 出業績 保持派息 生意都是不好的 但是 它的位置是直的 然後被人唱 爭持 它今天升了7%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持久 不會持久很久的 它是有反彈的條件 因為它拿著這麼漂亮的地 這麼漂亮的物業 沒有理由 一沉不起的 沒有理由 所以 保持派息 就是這樣 其他股 就升 還是等 就沒那麼好運 就是要調整到一個合理的位置 那裡才有更好的投資價值 特別在現在有加息 和這個銀行有流動性問題的情況之下 是要隔外小心隔外保守 反而我之前買的A股 就比我的信心 好像安全感好些 這個叫做 越高速 逆市也有升 大陸的指數也是跌的 都跌得很牽著的 但是有些估計都不錯 站得很好 之前買的大巡鐵路 都在7元樓上 只是跌了0.18 就是兩毫子都不夠 跌到7元 邊邊 我在6元尾到7元的位置 就入貨的 就是入貨了不太久 山東高速 跌到6元 但我也是5元6元邊緣那裡買的 現在跌了少許 跌到0.08 一般我看A股 我就看它的業 不是看業績那麼深 我看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第一它是可以買到的股 可以在北向買到的股 第二它是連續5年有息派的 息率有5厘米以上 那些業務是有需求的 這些高速公路 多車走回就會多 所以總體來說 中國的股市在一段日子 比投資人士的安全感更高 也有傳聞說 外資只在撤退 外資只在撤退 離開中國股市 準確是這樣說 它也是很有秩序的進行 所以今年我也是 跟著自己的策略 跟著自己的策略 都是多點留意A股 神華這些 跌一毛子 幾好 這些股 還在我入貨界之上 我也是最近才入貨 24元 所以這個煤炭板塊 我覺得今年也是幾好 我先拿著它 現在只是要趨向保守 這麼多因素在這裡搞 如果不是說 非常之跌得很厲害 令到眾人都在害怕的時候 暫時引不起我家倉的興趣 現在太複雜了 這些是新的美國推送出來的 在網站推送出來的消息 聯署自己做的Research 他說 研究 一半地區的經濟活動 是沒有增長的 這些是顯示他們的加息有效 或者是出一些訊息出來 平衡一下鷹派的言論 主要是這樣 我想他也看到銀行很重要 如果銀行有不穩的 大家都害怕的 這樣就很大件事 可以去到2008年的情況 現在這一分鐘 所有歐洲的銀行股 都是在跌 匯豐跌4% 這些是想買股的 是想見到這些的 不是即時可以買 等一等這些風潮 大家恐慌出現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可以買到好股 便宜些可以買到好股 但不是現在做 現在不做 我都停一停手 為什麼呢 有兩件事進行 一個是銀行不行 有些銀行不行 第二就是加息 我猜 我猜 迫於無奈 聯署 會在最近 或者今晚 找一些人出來 說一些比較溫和的說話 令到大家的恐慌性 降低一些 他亦都不想揹上一個揹鍋 或是他令到聯署的人 那些說話的人 令到這個社會恐慌 和令到一些銀行擠提 這是很大罪的 令到美國的經濟 和世界上的經濟 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我在這裏 這條片開始的時候 講的那間銀行 又跌22% 盤錢 即是勁價盤錢 又跌22% 這間銀行也是很坎坑的 你想想自己的股票 跌了六成再跌兩成 即是雷曼的翻版 雷曼 他自己 又把自己的股票 當作抵押品 去借錢回來應急 發現自己的股票 越來越不值錢 經常有人問他 拿抵押品的時候 他拿不出 迫於無奈 就收拾了 這意思 如果這間銀行 撿得很嚴重 對於美國來說 很嚴重 對於席局也不太好 今天我先講到這裏 這個情況 就是跟大家 講一講我自己 對這局勢的看法 現在我們面對兩件事 第一樣都是外來的 第一樣就是 加息 第二樣就是 美國的銀行 有擠題 開始有一間擠題 不要做事 不要做事 可能是一個機會 因為有些優質銀行股 在香港無厘頭的受影響 不受這間公司的影響 如果自己的資產負債表 是清清楚楚的 沒事的 就不用怕他 跌市是一個入貨的機會 大家未到 因為情況納納亂 所以大家 不如休息一下 我也要休息一下 星期六星期日 都是儘下心事 將近期影響 世界的資金流向 那些因素 跟大家分享 沒有說號碼 給大家買貨 今天講到這裏